嗨,大家好,我是坦评书,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6月11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 咱们还是先聊一聊这个卡夫霍卡大坝被炸一事 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质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说啊,你说卡夫霍卡水电站大坝是俄罗斯人干的 大坝下游,有俄罗斯的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 俄罗斯把大坝炸了,得俄罗斯有什么好处 同时还切断了几百万克里米亚的人饮水问题 你们说卡夫霍卡水电站是俄罗斯炸的吗 你看拉夫罗夫啊,他跟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勒斯兑现了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勒斯啊,肯定说啊 这个大坝就是你们俄罗斯人炸的 拉夫罗夫很生气啊,他说了两点反驳的理由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下游啊 有那么的军事部署和武器装备 这个大坝一炸全部给冲掉了 第二个大坝一炸切断了克里米亚人的饮水问题 几百万人没有水 我们俄罗斯难道傻吗,自己害自己吗 这个可是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啊 他居然在联合国说这种话 昨天咱们说了 俄罗斯的副总理胡斯努林已经信誓旦旦的说啊 俄罗斯这个卡夫霍卡大坝被炸 不影响克里米亚人饮水 今天拉夫罗夫说啊,影响克里米亚人的饮水 那你说一个是外交部长,一个是副总理 他俄人说话自相矛盾啊,所以说俄罗斯人呢 你来撒谎都不会啊,好歹你这远远 就是大家开会对个台词啊 这普京估计也是焦头烂额 没法把大家弯心拢 恐怕都是各自为战的 就是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反正咬定是乌克兰炸的就完了 结果他们的这个解释啊漏洞百出啊 自伤耳光 不过啊,这个蒂内波和左岸 俄军的这些阵地啊 攻势啊被水冲掉了 这个是事实,因为那个俄军已经很少 他们都已经退到30公里以外了 防炸啊,乌军天天用那个M777啊 精准打击谁受得了 所以俄军就撤了30公里 只有留下少数的观察哨 还有那个下游啊 那些小岛上面,江青州啊 上面还有一些俄军的观察哨 这个俄军啊够狠的 他炸大坝的时候 可没有通知下游的部队啊 结果这些俄军很多啊 来不及撤退 淹死了 这个尸体啊 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啊 这视频我就不放了 俄军的尸体啊 太残忍啊 这是关于卡夫沃卡大坝 到底跟克里米亚人饮水也没有问题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跟副总理胡斯努林 两个人互伤耳光 我们再看啊 6月10号早上 这个克里米亚北部啊 跟赫尔松交界的 叫阿拉巴特沙这么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俄军的一个大型的基地 而且是俄军啊 叫什么地内波罗部队 还是什么东部军区部队的这个指挥部 就是4月份啊 普京不是号称 跑到赫尔松克里米亚去视察吗 去的那个地点 就是叫阿拉巴沙这个军事基地 结果啊 这个基地啊 就是10号早上 迎来了乌军的风暴阴影 巡航导弹 火光冲天啊 这个地方离那个地内波河啊 大概120公里 为什么把司令部放那儿呢 就是安全了 躲避海马斯的轰炸 结果啊 这个俄军还是失算了 躲得了海马斯 躲不了风暴阴影 他再躲没地方了 因为那个地方就已经到了这个 赫尔松的最东边了 你再弯东就到海里去了 实在没地方 据说啊 伤亡八十人 这个英国人援助的风暴阴影 循环导弹立了大功啊 现在这个风头啊 把海马斯给压下去了 这个导弹它打得远 而且威力大 还准 我们再看看这个巴赫木特战场 昨天咱们还聊了巴赫木特战场 今天啊 就是6月10号 传出了一个大消息 乌军居然攻进了巴赫木特城 怪不得这个泽伦斯基啊 特别表战了巴赫木特的乌军 说他们干得好 根据乌克兰东部战区的这个 新闻发言人切雷瓦蒂说 在巴赫木特的乌军第三突击旅 在过去24小时内 在巴赫木特南部啊 1.8公里长的前线 推进1.2公里 对废墟中的俄军形成包围 乌克兰军队在巴赫木特北部 向前推进1400米 从这视频看啊 有一部分乌军已经攻入了巴赫木特市区 在里面狂飙啊 看样子巴赫木特啊 这个局势正如瓦格纳的投资普里克金所说的 可能在一周到两周之内啊 就又要落入乌军的手上 这个普里克金啊 还是很聪明啊 他知道这个巴赫木特 即便能拿下他也守 所以啊 他早早的把他交给少尉骨 自己落得个清闲 拍一些照片和视频 马上就撤了 把这个丢失巴赫木特的这个锅啊 扣到这个俄罗斯正规军的头上 总之是在俄罗斯正规军手上丢失的 看样子啊 最近巴赫木特可能有大新闻要出来 这个对少尉骨 对俄军来说都不是好消息 这个是一个奇耻大乳 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乌军啊 把巴赫木特啊 先让给你俄军 然后我再把他夺回来 让的是瓦格纳 然后从俄罗斯正规军手上夺回来 整个战场主动权都是被乌军掌控 这就好比两个人下棋一样 人家饶你一个猪啊 还把你下败了 你说这气人吧 说到瓦格纳说到普里克金啊 这个俄军内部内讧又升级了 大家还知道吧 这个前几天啊 瓦格纳不是逮捕了 俄罗斯正规军的这个72旅的旅长 叫维内维金中校 但是咱们节目里面也介绍了 瓦格纳指控维内维金中校 说他们先是在瓦格纳撤退的路线上 布坦克地雷 还有什么炸药 几吨 然后还说袭击瓦格纳的工兵 所以他们人无可忍 把这个72旅的这个旅长还有一些这个士兵给逮捕了 然后还进行审讯拍了视频 然后这个维内维金中校啊 说啊 我是酒后喝多了 乱开枪啊 不是故意的 也不是来自上面的命令 那么今天啊 6月10号 这个维内维金中校啊 就回到了俄军中被瓦格纳释放了 维内维金中校啊 一离开瓦格纳的控制 回到俄军中啊 他马上就指控这个瓦格纳虐待他 说瓦格纳第一个偷窃俄军的武器 然后是强迫俄罗斯动员兵与瓦格纳签合同 就是从俄罗斯正规军那抢人了 把那动员兵抢到瓦格纳 然后逼他们签合同 试图向俄罗斯国防部勒索武器 以换取释放被绑架的士兵 维内维金的亲属 此前已经向卫报证实了他的身份 他声称他的士兵被绑架虐待 有时还遭受性暴力 他还声称 瓦格纳偷了俄军的两辆T80坦克 四挺机枪 以及一辆卡车和一辆装甲战车 他还直指普里克金 说啊 普里克金积极诋毁俄罗斯联邦的武装部队 试图将瓦格纳说成 是这场冲突中唯一有效力量 他说啊 瓦格纳声称在巴克木特的胜利 依靠的是专业的工用兵 和普里克金招募的囚犯军队 但是其实如果没有俄军军队 预备役人员和其他非正规部队 是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这个叫维内维金忠孝 他不是翻供了吗 把他在瓦格纳拍的那个视频啊 完全翻了 那普里克金是怎么说的呢 普里克金啊 在公开评论中啊 拒绝了这些指控 说维内维金啊 是一派胡言 普里克金说啊 他的工用兵拘留了维尼维金 对他进行了审讯 然后将他移交给当局 维内维金则说啊 他在服役期间被瓦格纳拘留 并被关在地下室 被殴打 被浇上汽油 并遭受了三次模拟处决 然后他被要求在镜头前道歉 大家不禁就要问了 那普里克金瓦格纳 怎么跟这个72旅旅长 维内维金这么大的矛盾呢 实际上啊 就是因为啊 这个72旅负责瓦格纳的侧翼 结果啊 这个72旅在乌军的冲击过程中啊 一下崩溃了 这个72旅应该是去年才组建的 由于这个72旅崩溃 不战而逃 导致瓦格纳受了损 所以普里克金瓦格纳他们就对72旅恨之入 然后找了个借 说他们在撤退过程中 遭到人的袭击 撤退过程中 有人要暗算他们 埋了这个反坦格地雷 然后又是埋了炸药 他无非就想制造摩擦 然后趁这个72旅不注意 把这旅长给扣了 然后关到地下室 严刑拷打 逼供 实际上就折磨他 你说人家好歹是俄罗斯正规军的一个旅长 忠孝 就这么被一群囚犯兵羞辱 拷打 据说啊 当时瓦格纳士兵逮捕 抓这个维内维金的时候 这维内维金他已经不是旅长了 是前旅长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那个侧翼啊 逃跑了 被撤职 他撤职了 但人家军衔还在 好歹是孝官呢 结果被瓦格纳士兵羞辱 从这个咱们就可以看出 不同的部队之间 这个矛盾是非常大 因为大家都是把脑袋憋在裤腰带上玩命 所以容不得有半点差池 作为掩护配合的部队 如果说配合的不到位 那别人一定会找到算账 因为都是玩命啊 如果这两支部队归一个集团军 或者上面归一个领导 这还好办一点 这内部矛盾好协调 如果归两支部队归两个军区 那这矛盾就很大了 不好协调了 你得协调到稍一股哪去 稍一股又管不着这事 他那么多事 他哪有时间管这个呢 你说瓦格纳和正规军之间矛盾 你稍一股都协调不了 你只能到普京那去 普京更没时间 所以他们这个矛盾是越积越深 最后啊 这个维内维京忠孝 还为俄罗斯正规军辩护 指责瓦格纳在前线煽动 无政府主义 什么叫无政府主义呢 就是不要听稍一股的 不听稍一股的就是无政府主义 维内维京说 瓦格纳在前线资深的无政府主义 是政治精英们游戏的结果 他们不是在帮助我们的总统 而是在试图削弱他 这个维内维京很厉害 这倒打一耙 这一状告得很 告这个普利格金有二薪吗 不是真的帮助普京总统 反过来他是在削弱普京 在势力 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啊 这个俄军 几大军事势力之间 是水火不容 普京都没有办法协调 你普京可以管 但是人家在前线 你怎么管 我们再看看这个扎波罗热大反攻 今天啊 泽伦斯基总统正式宣布了 承认了乌军在大反攻 根据各方媒体报道 因为乌方 乌军对扎波罗热这一块的报道非常少 基本不说 那根据俄方 包括美国什么情报机构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博主 他们放出来的消息 目前乌军在扎波罗热前线 大概是打开了一个 16公里长 3公里深的这么一个缺口 托克马克近在咫尺 6月10号下午 乌军已经占领扎波罗热州的洛布科维镇 这个镇离托克马克大概15公里 这也是乌军在蒂涅伯河左岸解放的第一座城镇 据说俄军的第42摩布斯被击溃 车退途中误入自己部下的雷区 死山惨重 根据俄罗斯独立媒体报道 乌军已经成功占领了超过15个据点 扎波罗热州的州长巴利斯基 这是个伪州长宣布 从交战区域附近10个村镇 以及托克马克附近的村镇 居民全部疏散到克里米亚 还有克赤市 这就说明乌军已经突进到托克马克附近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这是乌军突入到扎波罗热西南地区的 克列谢耶夫卡村 这个俄军阵地空无一人跑了 总体看 那就是乌军撕开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俄方宣传的是 摧毁了多少辆鲍二 多少辆布拉德利战车 关于这个 乌克兰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说 战争中的损失很正常 我们知道军事反攻 不会一方封训 我们损失了 我们突破了 不管怎样 乌克兰人将继续战斗到底 他表示 但是乌军在三天的战斗中 已经在顿列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取得部分进展 俄军的第一道防线被多处突破 实际上咱们一直在讲 乌军大反攻之前咱们就说过了 什么鲍二哥 布拉德利战车 什么挑战者 这些被摧毁 一点都不稀奇 乌克兰作为进攻一方 损失装备比俄方多也很正确 因为进攻一方本来就损失很多 实际上通过照片看 布拉德利战车 还有鲍二坛 都是被地雷炸 还有一小可能被什么卡52直升机打的 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 就是乌军第一人视角拍的布拉德利战车 这个视频网上有 他们都是遭遇了地雷症 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战车被炸坏了 走不了了 但是那些乌军士兵 从布拉德利战车上面 全部顺利的撤出了 溜了 换句话说就是人员没有损 这个对乌军来说就无所谓了 布拉德利战车 你打掉一百辆 那美国人马上又送一百辆来 说不定送两百辆 你鲍二坦克你打掉五辆 那个朔尔茨 马上再送十辆过来 他只要人员 这个伤亡要控制 从这个反而说明啊 这个布拉德利战车 还鲍二坦克 对这个士兵的保护啊 那还是非常有效的 我们看那个T72坦克 就是俄罗斯的坦克 那基本上都是训报啊 就是一旦被击毁 那个炮塔和车身是分离的 炮塔不知道飞哪去了 你看网上这些照片 这个鲍二坦克都是 感觉是完好无损 这也从侧面就证明这些装备 对士兵的保护 那比俄式的坦克要强多了 比俄式装甲车也要强的多 现在俄罗斯人呢 把乌克兰的这个战损画面 仿佛的播放 仿佛宣传 尤其是鲍二坦克 和那个布拉德利战车 大家想一想 这《传人界》电视台都在放 然后那个社交媒体上 都在传这些照片 谁看的难受啊 心里不是滋味 不是乌军 乌军只要人回来的就行 他要算这个伤亡 这一次冲锋 可能就牺牲两个人 伤四个人 那就值得 只如战车 他们不是特别在乎 反而是德国和美国 因为是德国的坦克 美国的布拉德利战车 把你的布拉德利战车 打坏了 把你的鲍二坦克给打坏了 那打的是德国人的脸 打的是美国人的脸 一个是美洲最强的步兵战车 一个是欧洲最强的坦克 陆战之王嘛 那你说德国和美国 他会做什么反应 他会说 我以后不援助乌克兰武器了 鲍二坦克我也不给了 布拉德利战车我也不提供了 给你啊 然后被俄罗斯人打坏了 丢人啊 你说美国和德国会这么考虑问题 所以说啊 这个俄罗斯啊 你越这么宣传 越含乘美国人和德国人 你越遭到美国和德国的这个打击 他们一肯定要给乌克兰送更多的 这个坦克和转甲车 第二个 有可能还送更厉害的 不争馒头争口气啊 所以说啊 我通过这个照片 我没有发现这个乌军的尸体 以往啊 俄军这个坦克啊 或者转甲车被炸 那附近都是俄军的尸体 一个都跑不了 你看这个照片上面 没有尸体 说明人安全的撤离了 那对乌军来说 只要人保住就行 所以这个俄罗斯啊 总是宣传这个鲍二坦克啊 布拉德利啊 想通过这个 来打击乌军的士气 那恰恰搞错了 算盘打错了 我估计啊 可能还部分鲍二 还有布拉德利战车 已经被俄军缴获了 把他拖回去了 收拾收拾 准备人来展览 不管怎么说啊 不管打掉多少辆鲍二 打掉多少辆布拉德利战车 你啊 都没有办法改变 乌克兰人反抗侵略的决心 这个路途社报道啊 说乌克兰军队报告称啊 在巴赫末特附近对俄罗斯军队取得新进展 一位乌克兰军事发言人周六说啊 过去一天 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巴赫末特附近的一些前线地段推进了1.4公里 东部军事指挥部发言人切雷瓦蒂在被问及 巴赫末特附近的战况时说啊 我们正在努力对敌人进行打击 我们正在进行反击 切雷瓦蒂在电视评论中说啊 俄罗斯军队本身也在试图反击 但没有成功 他补充说啊 乌克兰部队对俄罗斯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并摧毁了该地区的军事装备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啊 在乌克兰震亡的俄罗斯士兵家属 获得了免费的马戏团门票 这个操作也非常神奇啊 震亡俄罗斯士兵的家属获得了免费的马戏团门票 你可以去看免费的马戏 这些家属本来在悲痛之中啊 失去了丈夫 失去了儿子 或者是失去了父亲 结果就给他一扇门票去看马戏 缓解一下痛苦的这个精神 怎么着要给人家送拉达小轿车啊 电冰箱洗衣机还是要奖励的 你送马戏团门票算咋回事啊 俄新社6月10日报道啊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在推特上认德语写道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的领导层已确认 将在乌克兰建造坦克生产厂 请将未来工产的确切坐标发给我 谢谢 世界报6月9日称啊 德国国防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预计将来几周内 与乌克兰公司就乌克兰联合生产坦克炮弹和防空系统达成协议 据悉啊 德国莱茵金属公司是德国一家战斗车辆武器配件及防卫产品制造商啊 著名产品包括鲍2 M1A1 M1A2等专甲车辆及自行火炮的主炮生产商 你说他要跟乌克兰合作在乌克兰境内生产 那不就是生产包一包二吗 生产这什么M1A2 梅特维杰夫啊气坏了 说坐标发给我导弹刺 我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这两天啊 卡德罗夫啊跟普里克金是怼上了 前几天是他的手下 他的什么指挥官呢 然后他的什么车臣的什么副总理啊什么 在指责瓦格纳 说普里克金是网红 说普里克金闭上嘴 不要老是指责俄罗斯正规军 今天啊卡德罗夫啊亲自上政 他觉得前面安排的几个手下 骂的不够狠 没有起到效果 他还亲自会一会普里克金 卡德罗夫说啊 在普里克金再次发表声明后 就是说普里克金又在媒体采访 或者在他的什么社交媒体又发表言论了 卡德罗夫说啊 普里克金再一次发表评论之后啊 电话接通了 我打了电话 不是通过电话进行试验 不是说我打个电话 看能不能打得通 而是打电话问普里克金 你现在在哪里 然后我要开车过去找你 面对面的交谈 无需复述 就是不需要找人传话 或损坏手机 我无法提供电话对话的准确记录 但普里克金本人可能有 因为这是他曾经提供过的特殊手机 这个什么意思呢 大概其啊 这普里克金用的电话是小米的 自带录音功能 你的电话一响 他一接 这录音就录下了 卡德罗夫大概用的是苹果 iPhone14 没有自带录音功能 卡德罗夫说 普里克金这家屋那个电话 他能录音 我这不行 所以我无法提供这个对话的记录 但是普里克金的小子肯定有 我以前看过他手机 然后他接着说啊 谈话始于结束他的需要 同意 结束应该放在宣布乌克兰军队 为第二支军队的问题上 这是对我们美国战士的一记耳光 他这什么意思呢 大凯奇啊 这个普里克金啊 他老是吹瓦格纳和乌军 他老是抬高乌军呢 说乌军很厉害 这个训练有素 战斗力非常强 卡德罗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乌克兰军队啊 再强 他也只能排第二 咱们俄罗斯正规军要排第一 应该这么理解啊 因为他说啊 说乌军啊 排第一 这是对我们每个战士的一记耳光 这是卡德罗夫的意思就是 他要说服普里克金 你得承认乌克兰只能排第二 俄罗斯正规军排第一 那我们这个电话就结束了 然后他又说 关于转向个性和私人空间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在讨论俄罗斯军队的行动 军队的领导 以及最高统帅 总统为俄罗斯人民 业一继日的工作 将国家从制裁和指责的泥潭中拖出来 每个决定都是平衡的 最有利可图和最安全的 我再说一遍 他能看得更远 更广 这个卡德罗夫这个时候啊 就充分的表现出 他是一个小红的这种特色 特质 一个说这个普京啊 日理万机 夜一即日的工作 跟美帝做斗争 然后心中装着人民 唯独没有自己 你看这套说辞 跟小红多么的像啊 然后他说了啊 普京总统啊 现在出台的每一个政策 都是恰到好 如果你理解不了 那你要记着 普京啊 比我们都要看得高 看得远 你认为错了 实际上是你错了 这个就说明 普里克金天天攻击 稍一攻击 格拉西莫夫攻击这个普京啊 批评他们 这个卡德罗夫 要亲自招普里克金会一会 他还不知道什么叫1450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50万 也不知道什么叫职人 他要学会了 肯定要用啊 他说这个普里克金就是个职人 美吹 然后是什么 1450 说明卡德罗夫虽然天天刷抖音呢 刷那个TikTok 这个互联网的词汇 掌握的还是不 不过很快啊 卡德罗夫学习呢 那国际下一次骂普里克金 就要骂他美吹了 普里克金是妥妥的美吹啊 他天天吹这个乌克兰厉害 他不是美吹是什么 然后接着说啊 说我们像男人一样交谈 达成协议 他承诺除其他事项外 不会在声明中批评 甚至提及阿赫麦特和瓦格纳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瓦格纳不是普里克金的队伍吗 阿赫麦特是车臣的特种部队 卡德罗夫的意思是 我跟普里克金 我们俩达成协议 就是你也别骂我们特种部队 我也不骂你瓦格纳 你别老是说我们阿赫麦特种部队 没有战斗力 打不了战 是表演 是网红部队 抖音部队 只会搞一搞治安战 我也不说你们瓦格纳 不入流 还是一群囚犯 然后他说啊 作为谈话的发起者 我已经想告诉忧心忠忠的听众 误会已经解决了 但是普里克金决定 抢在我之前宣布这一点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本来卡德罗夫想跟大家说啊 这个我们啊 你看我们车臣部队和瓦格纳 已经兵士前嫌 我本来要宣布这一点的 结果啊 普里克金这小子不讲武德 他又先宣布了 他宣布的是什么呢 恰恰相反 普里克金又发表了一些 愤世嫉俗的声明 然后说啊 我们车臣人啊 从来没有说瓦格纳是土匪 这也不是我们的风格 我们准备离开或飞出去 面对灭教堂 但在接下来的声明中 普里克金设法以90年代的风格 呈现了这一切 甚至将其余什么谋杀 相提并论 并做出了明显的暗示 并略带不满的指出 他将避免少数民族 是的 我忍住了 俄罗斯的车臣人不是少数 而是第三大民族 名义上是的是时候知道了 这个卡特洛夫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跟普里克金两人打着电话 打着打着过去吵起来 然后最后说 行了 咱啥也别说了 咱约个时间约个地点 我过去找你 咱这方面坐着飞机就去了 结果啊 普里克金说啥 说你别给我来这一套 我还不知道你安得什么心吗 肯定是要来磨杀 指不定带着什么毒呢 然后普里克金说 我啊 跟这些少数民族不打交 这不就是普里克金瞧不起车臣人吗 瞧不起卡特洛夫你们是少数民族啊 少民 卡特洛夫忍不住了 说车臣在俄罗斯可不是少数民族 我们是第三大民族 虽然是名义上的 但是啊 那也是第三 然后还说普里克金啊 拿什么磨杀案 这些陈词滥调啊 来找借口 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这个卡特洛夫啊 接着说啊 说结果是什么呢 我把一切交给他的良心 就是大家也别吵了 凭良心做事 闷心自问 对得起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你普里克金老是这么做 合适吗 卡特洛夫接着说啊 但是我会记下来完成这幅话 什么话呢 他说啊 用无限量的弹药和配备 喷气背包的砖甲攻击机 发动战争 没有理想的条件 不可能是 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一场战争 总是缺少一些东西 手雷弹 弹药筒 炮弹 食物 炖菜 水 飞机 坦克 海击炮 工兵产 袜子 阿斯比林 总是缺这个缺那个 就是他在批评普里克金啊 因为普里克金在巴克木特战场天天就抱怨说没坦克 没炮弹 没飞机 没这个没那个 然后这个卡特洛夫啊 就批评普里克 这是打仗的 打仗哪有那么多都全的 总的少样东西啊 你以为打仗是用无限量的弹药 然后加上奥特曼是吗 哎 这个卡特洛夫说的啊 配备喷气背包的砖甲攻击机 那不就是奥特曼吗 这你普里克金年纪这么大了 不现实一点 打仗 然后全靠弹药去堆是吗 然后靠奥特曼是吗 现实总会缺这个缺那个 你得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啊 克服困难呢 然后卡特洛夫接着说啊 但要说总参谋部和国防部不帮忙 这个说的就是 你要说是格拉西莫夫和烧伊古不帮忙 那是不对的 不公平的 他们帮助阿赫迈特 就是你看格拉西莫夫和烧伊古 他们怎么帮助车臣的特征部队呢 我们没有感觉到烧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这个什么懈怠啊 什么不给武器啊 怎么我们没有呢 你们瓦格纳老觉得烧伊古不给你武器 你不得从资深找找原因吗 他说了啊 说我们特征部队 战略空中支援 作战和情报数据 丹药应有尽有 你说这不是弃普里克金 这不是烧伊古和格拉西莫夫 给这个车臣的网红部队开小灶吗 什么都给丹药 广告 军事情报 广告 关键这个卡特洛夫还说啊 这个不能叫支持 这个应该叫共同努力 是对最高统帅部命令的执行 意思就是你普里克金啊 你得跟烧伊古跟格拉西莫夫 配合共同努力 你老是指责人家 不给你提供武器 咱们都是为了执行 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关键是卡特洛夫说了啊 说领导存啊 最好知道哪里需要20万名士兵 他这个就是要在寒称普里克金啊 是在怼普里克金 普里克金不是说他要20万士兵 然后他就守什么 别尔格雷德嘛 边境线去剿匪 评判 这个卡特洛夫说啊 那你最好说一说你这20万士兵 你要放哪里啊 你是放在关键线上面 还是放在媒体空间上面 就是放在你的社交媒体上 天天用来宣传 还有很多问题 可以提出来问一问 所谓的战友普里克金 例如 谁为俄罗斯联邦国防部 提供各种食品 并从中获得稳定的收入 我们知道这个过程 所有微妙稀奇 你看卡特洛夫更狠了啊 他就已经猫头一转 指向普里克金 说你啊 别在这天天喊 谁在给俄罗斯国防部提供各种食品 就是垄断了俄罗斯国防部的这些食物 食品啊 供应商啊 你赚了多少钱啊 你这里面有什么猫腻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老说这个腐败 那个腐败 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你非要把它拿出来说 大家呀 闷声发大哉 不好吗 这个卡特洛夫很厉害 一见风 把普里克金的嘴给堵上 你跟国防部挣了多少钱呢 你那钱挣得干净吗 你老说烧一股贪污腐败 他贪的钱不带你分了吗 就这意思啊 然后他接着说 关于最高指挥官 今天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他的助手 而不是博主 就是你要成为普京的助手 不是成为一个网红博主 没有必要像反对派自由媒体喜欢做的那样 通过批评和炒作言论 来为自己的数据库招募订阅者 你看 说俗一点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粉丝 开始造谣 有必要为国家和国家而努力 毕竟以后啊 当所有这一切 都有利于我们的祖国而告终时 他将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 并受到冒犯 这个就是在威胁普里克金了 等到我们国家统一了 这个国家啊 胜利了 最终你啊 自己会感到羞耻 而且也可能会受到清算 你看这不就是小红 常用的语言吗 动不动 怎么样以后就要清算 你们说的话 你要记着 一切记录在 这个卡特罗夫啊 给普里克金打的这个电话 然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来之后 实际上 一 他是向普京表忠心 你看黄叔 我是多么维护你的地位 谁反对你都不行 先要过我这一步 我就不答应 管他是谁 你看普里克金以前跟卡特罗夫关系很不错啊 卡特罗夫 普里克金在这个车城啊 还会面 会面之后这个卡特罗夫说啊 我以后啊 我也搞一支私人军队啊 就像瓦格纳一样 我在节目里面介绍过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卡特罗夫啊 弱有所知 一 他瞧不起普里克金 如果他瞧不起普里克金 他崇拜普里克金 他不可能说 我搞个瓦格纳部队跟你一样 不可能的 我搞个部队跟你一样 说明你那个部队我也能做到 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这意思吗 所以他瞧不起普里克金 第二个呢 有这种叫什么 就是我也能搞一对普里克金是叫去而代之 普里克金也是千年的狐狸啊 也是个人物啊 你以为他听不懂啊 普里克金看了一下车城的警察部队 心里就有数了 卡特罗夫这个时候啊 拼命的向普京效忠 愿意干担普京的忠权啊 谁对普京不忠 他就上去咬 不管这个人是谁 实际上就是卡特罗夫啊 千万百计的想取得普京的信任 还是想坐大车城 一有机会啊 可能就要反 到时候啊 可能就要携皇叔啊 以令诸侯 卡特罗夫啊 在给普京灌迷魂摊 想让普京放松警惕 一旦俄罗斯内部发生变动 这个卡特罗夫啊 就有可能要发兵莫斯 进京秦王 因为他有普京皇叔的一代赵啊 那玩意好做的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总法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